这个方法怎么做呢? 其实是容易 如果我们放下去的时候呢 很容易配合的 为什么? 因为根材不得一点 告诉他们煮得更快更快的 为什么? 因为根材没有煮一点 其实我们真的煮到比较大 比如我煮 我由头开车 这个路子比较大 我放钱先 我放后面 现在煮出来了 煮出来了 怎么做呢? 如果这个路子比较大 完成了之后 我不用 因为我要告诉你们 可能会很紧张 然后呢 这样 就煮好了 煮好了 很简单 这个也是煮好了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拿一个路子比较大 不用拿伤拿伤麻烦 很快 然后 煮好了 如果看到不够油 就加点油 OK? 那么很容易 不用拿力拿出麻烦 这样比较快 比较真的一定 因为我们煮完了 如果我告诉你多少时间 也是很难说的 因为我要快 快到连我自己也不值得 差不多差不多 就是用这个方法 差不多差不多 其实很容易 为什么放多一个锅呢?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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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的温度 它就容易 用很快的速度 另一个路子比较大 扑上来 就准备了 我快点了 是不是可以? 是稀了 我充滞得很好 因为我乖了 我做乖了 OK? 如果你盘这些油 就处理油 用这个锅 这样 OK? 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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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锅里 拿换了一点 为什么锅就来了 没有其他捏了 一捏了 就捏住很难 然后呢 不用打开 放一样放 吃这个里面 不够油 我就加点油 加点油 就锅出来 因为我煮完了 我一定要快 因为黑了 就没得出来 然后现在转出现在 我们先放进去了 OK